Hello 大家好 要跟大家见面了 本田老刘 如果说你开本田车 关注一下老刘 老刘时不时的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功能 保养维修方面的知识 所以说开本田 关注老刘就对了 老刘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 比较实用的功能 一个是本田的SBW换挡式系统 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子按键 待会老刘拿这个台 灌道 给大家讲一讲 还有一个非常 知识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电子手刹 还有它的刹车保持功能 老刘今天给大家都盘一盘啊 然后这个电子手刹呢 很多网友来问我啊 就是我们这个本田的电子手刹能不能改成或者升级成 或者通过改装成熄火自动拉起的一个状态 这个功能到底实不实用 我个人觉得啊 凡是原厂不带的功能 我觉得大家不建议大家去改 不建议大家去升级啊 还有我们这些 包括SBW系统 电子手刹系统 刹车保持系统 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应急啊 保护啊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操作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误导 这些应急的 这些保护的 不能当作日常的功能去使用啊 你不能把这些应急功能啊 紧急状态下使用的这些功能 当作平常正常功能去使用啊 这个东西一旦出问题 后果往往很严重啊 所以说老刘这一期的视频 给大家好好的讲讲这两个系统啊 一个是SBW 就是换挡 电子换挡 电子按键这一块 还有个就是电子手刹这一块啊 包括刹车保持啊 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 什么样叫应急 什么样叫保护 什么样叫正常 好吧 跟着老刘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BW系统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换挡方式啊 就是通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按键来进行换挡啊 我们本田的混动车啊 除了奥德赛以外跟艾利森以外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换挡按键啊 这样这个很简单啊 P就是P挡 R就是D挡 但是R呢 一定要往后抠 看到没有 往后抠啊 再去挂上档 挂上档以后呢 会有相应的那个指示灯点亮啊 包括哪个档都有啊 D档是在这个圆圈啊 不一样 其他都是暗的 这个倒档是往后抠的 这个呢 为了安全起见呢 一般不会发生误操作啊 倒档跟其他档不会发生误操作 不然的话可能会很危险 所以说这个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 那我们这个电子挡呢 就是没有拉线啊 没有拉线的 没有拉线有个好处呢 就是它的注重方式 注车方式啊 可能不同 如果说我们这个挡霸啊 拉的 它有拉线的那种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有拉线的啊 有一根拉线 从换挡杆到变速箱上面的一根拉线啊 这种它注车方式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啊 今天我们不长拉线的 我们讲这个电子挡啊 这两者不同 其他的呢 都一样啊 你挂什么挡 然后仪表上也会有相应的提示啊 你看 那个屁啊 就是在那个地方显示出来啊 然后这个档呢 我们平时有没有误操作这一个功能呢 其实是有的啊 比如说啊 我现在挂个D档 好吧 再挡啊 车子没有熄火啊 车子没有熄火 车面也显示D档 然后我如果说我忘记忘记挂P档了 我就直接下车了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开门看一下啊 一开门啊 他自己 自己就跳到P档了 看到没有 他自己 因为我一个手拿手机 一个手开门 不可能说再去挂档了啊 旁边也没有人啊 这是正式的一个情况 就是防止误操作啊 你一开门切切换为P档 这样防止车辆继续 保持前进或者倒退啊 可能这东西会造成事故 所以说安全这一块 他这个做的还是可以的啊 不管你是在哪个档 只要你一开门切换为P档啊 停车 驻车的 所以说呢 在电子按键这一块呢 它的那个保护措施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按键啊 这个是这个是电子手上 没有以前的那种机械手上啊 拉线的 这个也是电子 现在电电控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 而在我们电子手刹后面呢 有个 这刹车保持功能啊 自动保持功能 这上面有个指示灯啊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手刹已经拉上了 拉上以后呢 看一下仪表嘛 在这个位置啊 有个手刹指示灯 点亮了 这个时候呢 手刹就 已经拉起来了 但是在拉手刹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任何操作啊 不需要踩刹车啊 它也能拉起来 但是我们在解除手刹的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看看啊 一本上听到声音没有 一本上有提示啊 必须要踩下自动踏板 我们踩下自动踏板 再按一下看看 啊 那个这边那个灯灭了啊 这个时候手刹就已经松掉了 看到没有 我再拉上啊 就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这个拉手刹谁都坏啊 说了拉手刹谁不会啊 老娘 你介绍这个干嘛 是不是 重点在后面 我们这个自动保持功能呢 平时怎么时候用呢 其实在城市啊 走走停停 堵车 他最好用啊 最好用 我们先把这个功能打开看一下啊 我们先按一下 按一下呢 然后仪表上会有 这样一个 啊 要系安全带 知道吗 老牛把安全带系上 先把手机放下啊 好了 我的安全带已经系上了 然后再开启这个自动保持功能 好 然后在手刹标志的旁边呢 有一个绿色的 功能键已经打开啊 这个时候 自动保持开关已经打开了 但是我们刹车并没有保持住啊 因为我们没有行驶啊 接下来老牛给大家演练一下啊 这个我们的行驶过程中 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然后我挂地挡 因为他这个刹车保持呢 在倒挡的时候是不起作用 只有在地挡的时候起作用 然后我们一启动 还没有 然后我们一刹车 车子一停住呢 这个时候呢 看到我们那个下面那个A呀 这个工作指示灯点亮了 这个刹车保持功能就已经 起作用了啊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踏板啊 脚松了啊 脚松了 然后车子也没有走 然后在地挡啊 手刹没有拉啊 这个就是自动保持功能 这个功能呢 在堵车的时候 等红绿钝的时候 非常非常适用啊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双手跟双脚 解放掉了 这样就 给人呢 给我们驾驶员 轻松一点 然后我们要想走了怎么办呢 就直接踩油门啊 油门一踩 他就会松掉 自己松了啊 可以完全走了 很简单 其实在这里呢 老刘想跟大家还有说说一个什么事情啊 现在 我们在低档 手上没有拉 我们在 自动保持的这个状态啊 安全带也系上了 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啊 我突然解开安全带 或者我开门 大家想不想看看是什么样一个 情况啊 我我先解开安全带吧 待会这边会有安全带指示灯亮啊 我们看仪表注意看啊 看看 这个反应是不是很强烈 是吧 首先 首先 电子手刹 他会给你拉上 是不是 但是这一会儿 你们看车子还在地档 这个手刹自动已经拉上了啊 自己拉的不是我拉的 然后上面提示让你 放入屁档 就挂入屁档啊 这是一个情况 我们待会看看开门是什么情况 手机先放下 然后 打开 自动保持功能 挂入地档 前进 好 刹停 我们开门了啊 看什么效果啊 注意看啊 开门没有任何任何反应 自动保持还是 在保持 然后 地档还是在地档 然后 手刹并没有拉起 但是车子也没有熄火啊 没有任何变化啊 我们来 这个时候再松开安全带是什么样子的一样啊 这个时候松开安全带你会发现 他会立马切换到屁档 然后手刹也 一样给你拉起来 我同样没有做任何操作啊 只不过解开个安全带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 防止 误操作 安全这一块的设置啊 就是 防止你没有挂入屁档 没有拉起手刹 你就走了 或者你就开门 解开安全带了 他会 第一时间给你 拉上手刹 撤入屁档 拉上手刹 这两个功能 我们这个电子手刹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 如果说 我们在路上正常行事遇到紧急情况下呢 脚刹 4年了怎么办 这个电子手刹可以把车子刹停的啊 大家知道怎么做吗 就是 拉住这个手刹不要松 一直不要松 然后他就会自动啊 然后 知道车子刹停 好吧 这个这个功能 大家学会了没有 就一直拉住他啊 紧急状态啊 一般用不到 不要去玩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想 知道的 做脑溜 老刘给你们的拍一拍啊 啊 感谢观看